大家好,欢迎来到末路狂欢 今天继续介绍众口的鞋点系列 香港降头类恐怖片《魔》 该片以降头、斗法、下骨为卖点 成了无数少事影迷的童年梦演 是鞋、骨、魔三不去众 最癫狂、最肆无忌惮的一部 也是众口味中的重症之中 几乎达到了观众的生理极限 把怪弹恐怖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恶性长度更是触目惊心 空前绝后 再加上演员不风魔不成活的静跃精神 绝对是邵氏恐怖片里的惊人之作 熊哥是香港某社团的黑帮大佬 独霸一方无人感气 这天他受负责人七处的指示 只身前往飞机工厂 准备与某个敌对帮派谈判 却遭到了对方的偷袭暗算 虽然身经百战 但一人难敌四手 熊哥很快被五花大绑掉在了半空 眼看就要被烈死 忽然遇到金光乍现 只见一个四处喷水的盛僧出现在眼前 不仅把这些小混混打得没了声响 还把熊哥身上的绳索重新解绑 就在他准备起身逃跑时 身后却传来盛僧的声音 成熊跟我来 还没来得及问清楚 就听到警车声逼近 熊哥招转身离开 回到家和女友肆意插面解压后 迷迷糊糊中一道金光又照了过来 熊哥疑惑地尾随人心金光 看到了先前救自己的光头盛僧 等一下上前问清楚 可女友突然出现 叫住了他 再一回头 盛僧早已消失不见 第二天熊哥来到医院 看到了被打得瘫痪在床的弟弟 弟弟是一名出色的职业拳王 在一次比赛中 却被一个泰国选手打黑拳偷袭 不仅输掉了比赛 还唠了个终生残疾 熊哥不服气 决定替弟弟出这口恶气 然后来到泰国 找到那名出英招的选手 一番挑逗辱骂后 对方立下了战术 决定三个月后 在赛场上一笔高下 熊哥没有说什么 诺人的比赛 现在首要的任务已经完成 熊哥被打算在泰国唱了几天 没想到在旅游过程中 却无意间在一座寺庙上 看到了和之前完全一样的人心精光 出于好奇 熊哥来到寺庙前 此时一个小和尚出来搭讪 我们等你很久了 主持请你进去 熊哥听后深感诧异 但也没有多问 跟着小和尚走了进去 主持不光知道他的名字 还知道他今天一定会来这里 好像这一切都是提前安排好的一样 随后主持向熊哥说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一年前 泰国圣僧去香港收复了一个名叫麦不素的蝙蝠系浆头师 而附在对方身上的蝙蝠鞋领也随之脱离真身 被圣僧带回了泰国 回去后 圣僧先生用盛器将其固定好 撒了些盛水后 蝙蝠鞋领瞬间变成了一滩白骨 看着眼前的蝙蝠雕像由黑变白散落在地上 蝙蝠王顿时明白 土地遭遇不测 鸡毛从瓦缸里拿出老鼠疯狂歇视 把新鲜老鼠血吐在了白骨上 加上魔性的咒语召唤 蝙蝠骨架竟然开始动弹 重新恢复了行动能力 与此同时 圣僧这边的白骨也有了反应 一点一点的向外挪动 这对他与佛光圣地大门几步之遥时 恰好被圣僧看到 拿起锤子将其砸得毁碎 另一的蝙蝠王看着记忆的法术被破解 顿时火矛三丈 便打算用更邪恶的毒匠来对付圣僧 他先人用唢呐召唤出竖条剧毒蛇王 提取毒液 再与新鲜脑花混合搅拌 大火煮开 小火慢炖 一番精心呵护后 混合物变成了杀伤力极强的蓝色粘稠物 放到桌上后 让三只宠物蜘蛛吸食 待到夜深人静之时 颠覆王带着宠物蜘蛛来到寺庙 让蜘蛛降落到圣僧头上 随着毒刺的轻轻触碰 金针毒匠也当机发作 只听见圣僧痛苦的哀嚎后 就原地毒发身亡 本来圣僧已修成金身 因为中了毒匠没能完成 圣僧在迷流之际对主持说 有一个叫成熊的人 会帮他解除毒匠还他金身 而圣僧的遗体就安置在一个瓦缸里 熊哥对这一切难以置信 好奇地走到圣僧领位前 发现对方就是先前就自己的光头和尚 主持叫徒弟砸开瓦缸 圣僧的干事立刻清晰可见 只是上前简单看了几眼 大门就被主持等人紧紧关闭 熊哥发现情况不妙 准备开溜 可圣僧干事却突然说话 原来两人的前世 是一对同命相连的双胞胎 如果一人死了 另一人也难逃一劫 而熊哥现在一直还活着 全靠圣僧的修行在支撑 只有熊哥帮圣僧解降 获得今生两人才会平安无事 一旦圣僧的尸体腐烂 熊哥也会跟着慢慢消亡 此时的熊哥根本不像这些胡扯的东西 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 可回到酒店后 他就是深感不适 一阵强烈的呕吐感后 竟从嘴里吐出一条 无比肥大的鲜活鳗鱼 这颗把熊哥吓得不轻 终于相信了圣僧的预言 随后来到寺庙 主持表示 消灭邪魔 邦可化险为乙 当然必须要替发为僧 熊哥虽有几分不怨 但是为了保命 也只能硬着头皮 答应了下来 经过一条龙的剃度仪式后 黑帮大佬变成了佛门弟子 在主持的指导下 他苦练打坐修行 再加上众师兄的力量传输 熊哥的法力与日俱赠 扩大了出 一番人渗水吸力后 主持在装饮肃木的佛像前 问熊哥 是否犯过毒 酒 杀 色等戒条 熊哥没有犹豫 一本正经的一一否定 这次他功德圆满 终于可以降妖出魔了 另一边的蝙蝠王 以用无数鳄鱼头骨 摆好了应战法阵 就起一只攻击 把鸡头砍掉 一边念咒 一边把鸡血撒在白骨上 不一会 蝙蝠小鬼就从白骨里 一一钻出 变成蝙蝠小纵队 向熊哥这边凶猛袭来 熊哥不慌不忙的 打坐送镜 用金钟罩 抵挡了蝙蝠小鬼的攻击 然后用硬件施法 让蝙蝠小鬼引火自焚 蝙蝠王发现 自己败下阵来 一阵暴怒 又把白米 撒在鳄鱼头骨上施肘 鳄鱼瞬间复活 张牙舞爪的 来到熊哥身边 本想一栋宝餐 却被熊哥 一一塞进了烛台 看着鳄鱼纷纷撤离 熊哥拍了拍 身上的土就离开了 蝙蝠王看后 直接认出了手中的瓦杠 熊哥一不留神 被打的几十个 360度空中旋转后 完美趴地 蝙蝠王还嫌不够 又开始更高级的 致命将头 在生吃了一些 鸡肠鸡针后 又召唤出一个 UFO大头怪 他一出场 就直接把灯兴 生生通下 熊哥一看 也开始加强 势法力度 大头怪 倾刻间炸开了花 灯兴重新复位后 蝙蝠王也瘫倒在地 随即把粘稠液体 涂抹在尽部 再插入长城的银针 左右摇晃后 头颅连带着 鲜红的血线 缓缓飞起 而熊哥紧紧缠绕 就在熊哥即将窒息的时候 红红的太阳 升了起来 蝙蝠王想逃跑 却被熊哥一把拽住 经过阳光的末月后 飞头变成了骷髅 勇士不得超生 随着蝙蝠王的消亡 圣僧身上的金针独匠 已完全解除 恢复了军身 而熊哥也摆脱了困扰 救了自己一命 没想到他毁得的第一件事 就开了婚 犯了色解 与此同时 一场新的危机 也正在酝酿 蝙蝠王的三个同盟师兄 看着师弟惨死 怎么能善罢甘休 决定要报仇血恨 在火化激电了蝙蝠王之后 就开始复仇行动 从地下室打捞出 一具提前准备好的尸体 放进鳄鱼的肚子里 混合好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后 尸体上长满了肉虫 冲掉那些密密麻麻的肉虫后 腐烂尸体竟然变成了 肤白貌美的女尸 随后三人龙流反复咀嚼一些 腐烂水果 喂食女尸 女尸竟然起死回生 长出了长长的黑转 然后走到圣僧的佛像前 把尖转扎进了对方的双眼 另一边圣僧的金身 随即碎了一地 变成了一具干尸 此时的熊哥 正在和泰国拳手大比拼 本是圣券在握 可在最后一个回合里 熊哥的双眼突然剧痛 没了方向 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 好在还是艰难地打败了对方 比赛结束后 熊哥第一时间找到主持 询问救命解药 主持却说 圣僧这次中了 加强版的金针独角 因为金身已破 熊哥也是命不久矣 想要活命 必须与邪魔重新斗法 随后问熊哥回港后 是否破戒 熊哥为了自保 依旧选择撒谎 主持相信了他的一面之词 带着熊哥来到了一座古庙 还从一颗千年灵之上 获得了流铁 他是泰国的罕见灵异之物 放入身体后 会跟着血脉运行 从而摆邪不清 一切准备就绪后 主持在大佛前 再次询问他有无破戒 熊哥还想满天过海赌一把 没想到花音刚落 手上的佛金就燃烧了起来 主持起身指责 欺骗佛祖最大恶极 谁也救不了你 你身上的法力 已全部消失 请马上离开 熊哥一听这话不高兴了 嚷着去找圣僧理论 可圣僧却说 自己也无能为力 唯一的办法 就是去找佛门至宝 舍利子 他及三代高僧的法力余生 供奉在加弹满洲的 一座喇叭庙里 一路艰辛跋涉后 熊哥顺利抵达寺庙 而舍利子就在佛祖的大手里 但平日里却看不见 只有太阳升起后 阳光照射到佛祖的眼睛 在反射到手掌时 才能看到那个舍利子 不过此时已是傍晚 只能等到明天一早再做打算 回到住所后 熊哥隔开手臂 把流铁注入到体内 再用肉线缝合好 经过一夜的血液流通 流铁也融会贯通 第二天刚蒙蒙亮 熊哥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寺庙 准备偷偷盗取舍利子 没想到舍利子没看着 一个穿着怪衣的妖姬 就出生在眼前 这是之前被邪魔三兄弟复活的女士 她先是召唤出一双骷髅手 狂抓熊哥的肉皮 而后又挥了回长长的尖爪手臂 只见一只发着绿光的庞大鳄鱼 又出来攻击 好歹熊哥伸手不凡 躲过了笨重怪物的层层追击 妖姬见鳄鱼怪 没了杀伤力 直接用双腿夹住熊哥的头 随着身体的左右扭动 不计其数的毛毛虫从天而降 就在这浑身难受 巨氧无比的抓狂时刻 太阳升了起来 仅有反射 佛祖手上的舍利子也终于现出震身 与熊哥体内的流铁完美融合 化作一道金光闪 召唤出了圣僧的三代前世 与熊哥合而为意 妖姬毫不惧怕继续上前作怪 却被对方一把扯下皮囊 变成了光狗司令 抽搐挣扎了一会后 下体流出蓝色液体 随即变成了一坛不可回收的废物 同时三个白色鹰胎缓缓爬出 以惊人的速度快速生长 破壳而出后 变成了那三个邪魔兄弟 三人接连献祭 变成了三只猛虫 发出甩的曼蚀亮光 直接戳中了高森的双眼 瞬间地动山摇 四处坍塌 随后高森利用自身超强的法力 用三颗小金轮把三只猛虫怪 打得粉身碎骨 就这样邪魔彻底铲除 盛僧的毒降解除 又恢复了今生 而熊哥也自救成功 释然地离开了寺庙 看完电影只想说一句话 这绝对是一部恶心他妈 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的电影 如果不是众口的恐怖爱好者 建议大家千万不要看原票 急引起不适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话就长按点赞 关注并转发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